大家好我是蜘蛛厨 现在中秋越来越近了 今天分享一款家庭版的鲜肉月饼 之前我们去上海溜达的以前 看到好多人排队嘛 我们首先先来做水油面的部分 加150克中筋面粉 加5克白糖 30克猪油 10克花生油 然后再准备75克 就是7-80度左右的温水 就摸起来是会有一点烫熟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边倒边搅拌 一定要搅至没有干面粉为止 然后我们利用刮刀 像这样简单包团 可以上手揉一下 大概揉了一分钟 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 室温饧饭20分钟 然后把这个放到一边 我们现在来做油酥面 盆中加入80克低筋面粉 加入40克猪油 同样把这两样翻拌均匀 朋友们做这个鲜肉月饼 这个猪油部分 就是不太建议用其他油代替 因为用这种猪油才会做出来 瘦到掉发 像这样子比较偏软就可以了 同样盖上保鲜膜 室温松弛20分钟 接着我们做肉酥部分 准备300克去皮前腿肉 给它先切成小块 然后再做成肉末 就是做这种肉下最好是选这种前腿肉 会比较嫩 还是一定要三肥七瘦 先这样子就可以了 嫌麻烦的朋友也可以用搅肉机 加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糖 四样的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 刚刚好 小半勺老抽上色 半勺蚝油 然后朝一个方向先搅上劲儿 像这样搅至发黏 我们分两次倒一点葱姜水 一定要搅至这个葱姜汁全部被这个肉吸收了 我们再加上第二次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 就肉质完全起焦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为了这个肉下能电形爆盘 我们放到冷冻区里面冻20分钟 先把水油面拿出来 放到案板上先揉一下 醒过的话就很容易揉光滑 这个水油面我们大概要揉两分钟左右 主要就是为了让它更光滑 等一下又比较有延展性 也可以用这种摔打的方式 就我们再整理一下 像这样变得特别的光滑 然后我们继续盖上保鲜膜 让它松弛15分钟 接着油酥面团我们也拿出来揉一下 让它更软一点 而且更光滑一点 像揉的时候这个案板上容易炸 所以我们用刮刀给它促入一下 拿出刚才的保鲜膜 再次给它盖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炖好的肉拿出来 我们分成小剂子 我打算用电子秤 等下做出来会比较均匀一点 然后分成30克左右的鸡脂 很有买 感觉这电子秤有点多余 然后刚好肉馅我们分了10个 按满上撒少许干面粉 拿出这个水油面 不需要再揉它了 就稍微给它弄成一个圆饼的形状 中间要厚一点 接着把这个油酥面给它拿出来 把它放到中间 像包包子一样给它包起来 光滑的一面给它朝上 往中间压 让里面的油酥舒展开来 然后拿出擀面杖从中间往两边擀 擀成一个长方形 渐渐擀的时候就是温柔一点 如果有朋友像我这样技术有限的 擀不成那种方方正正的 就可以借助刮刀 边擀我们就干边调 然后给朋友们量一下 大概长就是40 宽的话大概就是28 接着我们在表面喷点清水 然后从上面开始卷起 一定要卷实一点 不能有空心 然后边边这些一定要照顾到 然后再来回的给它滚结实一点 然后这两边给它收口腻合 然后接着切成同等大小的10个小剂子 取一个小剂子 我们其他的用保鲜膜盖起来防止风干 然后把两边往中间卷起 然后再把四周擀薄一点 朋友们看一下 就擀出来就是四周比较薄 中间比较厚 加入一个肉下方的中间 然后利用虎口给它收紧捏合 然后剁出来的这一部分给它揪掉 然后再给它按压一下 像这样这个样 然后把这个粗糙的一面放到上面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烤 烤箱提前预热上管190度 下管160度先烤10分钟 10分钟过后我们给它拿出来 然后利用刮刀给它轻心放个面 继续放入烤箱烤15分钟 滋滋滋的冒油 好香啊 然后我们稍微给它放凉了再来切 我们切开一个给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酥都掉渣 看一下 这个超香 来了 妈 来了 先用一个 谢谢妈妈 我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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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整住了 我家 在这个时间要清湖了 半吊吧 还叫八字 吊火车 还说到吊渣 吊到身上倒车了是 我妈妈 帮姐妈妈 嗯 帮姐妈妈 今天两个弟弟上学有没有乖乖啊 有 有 妈 爸爸 我大爷 哦 爸爸没去车哦 爸爸去 去陪舅舅去修车了 舅舅去车车拍了 妈妈 妈妈 好 哎呦 哎呦 小心 小心 我说到吊渣哦 里面有肉肉吗 哇 很多肉肉哦 嗯 好不好吃 嗯 好吃啊 好吃啊 本腰 还有 吃了不够 还有哦 妈妈烤了10个 10个 好不容易烤100个 100个 满满满满满 这个酥 你要用手接住宝贝 吃这个要用手接住 还要小口小口的吃 不能太大口 要椰住 等下我拿牛奶给你 喝什麼 喝 喝 吻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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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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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